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疆域大国 地域面积名列世界第三 在我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 地形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 很多地方也成为了受人喜欢的旅游景点 比如说新疆西藏 又或者是内蒙古平原 每年都有很多的旅游爱好者来到这里策马奔腾 到内蒙古来享受一下蒙古包的特色 中国是一个56个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国家 各个民族都有着不同的民族特色 内蒙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民族 在这里曾经是辽朝和元朝的建立都城的地方 内蒙古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的 在提起内蒙古的时候 人们难免会想到我国的元朝 曾经将中国的领域扩展到欧洲大陆上 内蒙古地区也流传下来一些神秘的传说 也发生过很多神秘的故事 比如说在内蒙古的一处施工现场 就被工人们意外的挖出一个血关 大家小心翼翼打开后 却大惊失色 大喊快跑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时间回到2003年 内蒙古土耳基山正在进行石矿的开采 结果工人们在开采石块的时候 竟然意外的挖出了一座古墓 古墓被挖掘出来的石头都比较的古老 而且石头上甚至还有一些特殊的符号 让人看着就觉得特别的神秘 工人们也看出这座古墓不一般 于是连忙就报了警 同时通知了当地的文物部门 专家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立马就赶到了现场 看到古墓已经被破坏得很严重了 于是清理了现场之后 立即开始进行了强救性的挖掘工作 在挖掘古墓的过程中 专家也差一点遭遇到了危险 但是幸亏专家的挖掘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危险呢 这座古墓的挖掘给考古专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算过去很长时间 他们回忆起来仍然是胆战心惊 据专家的回忆说 当他们进入到墓室之后 发现这座古墓的建造没有特殊的地方 和以前发现的古墓比较类似 但是里面的场景却非常的凌乱 并没有多大的特殊性 但是这座古墓的规模确实是比较大的 在古墓中的陪葬品可以推测出 应该是潦潮时期的古墓 而且从古墓的建造结构可以看出 还是非常简单的 墓主人应该是在非常匆忙的情况下进行埋葬的 专家进入墓室之后 就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红色血观 血红的颜色让专家看了心理一动 上面还刻画着非常精致的金凤凰图案 从这样精致的图案就可以看出 墓主人的身份在当时很高 对于这一发现 专家们还是非常高兴的 这代表着这座古墓的考古价值比较高 毕竟有很多古墓没有考古价值 都是要看墓主人的身份 相比于平民百姓的古墓 肯定是那些王公贵族的古墓的考古价值要高一些 主要是因为那些贵族中陪葬的东西比较珍贵 专家为此也查阅了相关的史籍资料 再通过这个图案进行推测 猜测应该是当时的一位皇族成员 专家为了进一步解开墓主人的身份 在清理完墓室之后就决定开棺 想要知道棺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奇珍异宝 当专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棺材之后 棺材里躺着一名女子 脸上还盖着面纱显得非常的神秘 对于这具尸体 专家们没有轻举异动 而是小心翼翼地对其进行S光检验 检验结果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但是却发现显示屏幕上有众多的黑色斑点 这样专家非常的疑惑 进行完了准备工作之后 专家们小心翼翼地将女子的面纱揭开 同时还揭开了女子身上华丽的衣着 结果在揭开衣着的时候 衣服里却流出了一些液体 其中一位考古经验比较丰富的专家 在看到液体流出时慌忙大喊赶紧跑 随着专家的大声呼喊 其他的工作人员也察觉到了事情的危险性 于是慌忙撤退出来 在一起一步做了安全防护之后 专家小心翼翼地取出这些液体进行化验 发现这竟然是水银 这样专家非常的疑惑 没想到在女子的体内竟然流出了一些水银 难道这一句女尸生前是因为过度服用水银而去世的吗 而且X光屏幕上显示的那些黑点 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专家对此都非常疑惑 为了解开这些谜团 又进行了下一步的研究 专家为了能够解开这些谜团 进一步解开女尸的秘密 对这具女尸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也进行了科学化的清理 在清理过程中 将女尸身上的水银弄干净 弄干净之后 发现X光屏幕的黑点竟然也随之不见了 原来黑点竟然是水银显示出来的 所以专家猜测 这具女尸之所以没有腐烂 就是因为体内有这些水银的存在 古墓中出土的文物还是比较多的 专家也进行了详制的清理 很多文物都有着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历史研究意义 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以及查阅大量的史籍资料 专家猜测 这座古墓的墓主人的身份 应该是辽太祖阿宝基的妹妹于卢篤 根据辽史上的一些记载 阿宝基去世之后第五年才被埋葬 所以埋葬之前为了保证尸体不腐烂 就往尸体里注射了大量的水银 当时公主也因为丈夫叛国被连累处死 去世之后随便埋葬了 所以这座古墓才如此的简陋 同时不得不感叹 古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懂得利用水银 保持尸体不腐烂了 虽然水银有着比较强的东西 但是也有着其他的用处的 而公主的丈夫背叛了自己的国家 公主因此受到了牵连 这在古代是比较常见的 所以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国家忠心 毕竟国家才是我们最大的依靠 这可是做人最基本的要点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考古队挖掘古墓 刚挖到一半 一专家大喊 快住手 这是我的祖坟 考古发掘是历史研究中 最重要的一环 毕竟我国长达千年的历史要项 一一求证 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如果没有考古发掘出的 直接物证和文献记载 是无法有力地证明 几千年间的历史事件的 目前 我国考古学的专业人才 十分的紧缺 原因有很多 一是因为考古队的工作漂泊不定 还十分辛苦 二是因为 我们国内目前还有很多人对于考古发掘存在着不合理的偏见 许多不明白考古学存在重要价值的人们 将考古队发掘墓葬的工作 视作是在挖别人的祖坟 以上这种想法 无疑是有失偏颇的 因为现今考古所发掘的墓葬 都是已经被破坏掉的墓穴 而不是依旧封闭性完好的古墓 看到这儿 有些人就该反驳了 那考古队怎么不去挖自己家的祖坟呢 还别说 考古队专家挖到自己祖坟的事还真的发生过 曾经 湖南的一个施工队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 施工人员上报给当地的文物管理局后 局里的专家便立刻组织赶赴到现场进行抢救性的挖掘 为首的专家名叫王文元 王文元在带领考古队发掘的时候 失望着发现这座古墓已经被盗墓贼给破坏了 尽管如此 他还是带领着团队尽力抢救 考古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诱蛊了几天 古墓刚挖到一半时 专家王文元突然喊停了考古队的发掘工作 这让所有人都迷惑不解 原来 王文元在发掘过程中突然发现墓主人名叫王世明 又经族谱查验才得知此人就是自己的实事族 而这座墓穴也是自家的祖坟 正当所有的考古队成员都以为王文元是因为私心才喊停发掘工作的时候 专家王文元则给出了解释 他喊停考古队的工作并不是在保护自家的祖坟 而是因为他在翻看了家族的祖谱后才得知 墓主王世明曾是松江之府且地位很高 眼前的这座高规模的古墓 根本不是他们一个地方考古队能够挖掘的 之后 专家王文元联系到了省一级的考古专家组 希望由省级专家继续对这座古墓进行发掘保护 考古队的成员们这才打消了一律 纷纷支持起专家王文元来 虽然大家同为考古的专业人士 但谁也说不准挖到祖坟这件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能不能像专家王文元这样的公私分明呢 可以说王文元善妥这件事的做法 给所有的考古学相关人员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